美国北韩特使金辛荣和韩国朝鲜事务代表鲁归的第二次会面 距离上次在华府只有相隔两个星期 主要就是为了北韩频繁军事挑衅 还有可能的核试验 金辛荣警告如果北韩做出核试验或其他严重挑衅行为 美韩将透过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强硬制裁 在北韩最近三度试射后 南韩军方监测到北韩可能已经在筹备建军90周年大阅兵 正在集结兵力到平壤美林机场 可能动员超过两万人参与 并且展出多种飞弹级武器 其中北韩可能公开多弹头洲际弹道飞弹 前射弹道飞弹 外界关注16号发射的新型战术导向武器 韩国专家研判 这是以韩国首都圈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小型短程弹道飞弹 甚至可能搭配小型核弹头部署于前线部队 如此一来 韩国将面临更直接的核威胁 对此美国国务院公开语谴责 韩国军方这次在北韩官媒报道后 才发表监测消息也引发外界质疑 韩国军方可能习以为常或者疏漏 没有及时因应甚至先发制人 近新闻 甘生生朱嘉玲报道